今天来地里挖百合了 要挖十多斤的百合 发给网友们了 我家地里只种了这么些百合 也不知道能不能挖到十多斤了 大的百合我就全部挖掉 小的百合就留着明年做种 它的叶子都已经枯萎了 看到没有 这边的百合杆子挺粗的 应该百合 会大一些 哇 百合出来了 看 这个百合露还挺大一个的 特别完整了 长得还不错 我还是直接用手挖吧 比较更方便一点 我们家这个百合 没有撕过肥料 也没有打过农药 只是农家肥 这个是真正的土百合 虽然这个百合不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还行 看 这个百合挺大的 给你看一下 我拨开看一下 就像那个花朵一样 一半一半的 非常的新鲜 看到没有 这里挖了一个百合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百合 哎呀 这个百合蛮大的 为什么这百合外表黄黄的 为什么这百合外表黄黄的 是不是没有打过药的原因呢 哎呀 这个百合好大一个啊 这个百合都已经空掉了 里面都被虫子给吃掉了 我感觉这百合还是要打药才行啊 这个就坏掉了 我就把它闷掉 看一下 这三个百合大不大呀 我来尝一个 这个小百合呢 看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 这个百合呢 吃起来脆脆的 黏黏的 味道呢 有点像那个 吃那个生花生的那个 那个味道 我觉得这个味道还行 可以接受 还挺好吃的 这个一般都是拿来煲汤 比较好吃一点 继续挖 好了 板合已经挖完了 也已经处理完了 刚刚用刷清了一下 有15斤哦 现在回去 把这些百合 搭给网友们了 拜拜 好看 好看